姓刘的你有良心吗 平时跟我们姐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唱歌的时候 你们俩又老又老又老又亲又肯 算什么呀 是姐姐关系吗 我问你算姐姐关系吗 你就是骗财骗色你知道吗 我怎么骗财骗色 钱是他 你当他还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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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色谁是色呀 你不年轻的话能骗二十万吗 视频中这个情绪激动的女人是牛女士的闺蜜 而他怒怼的对象则是闺蜜的男友小刘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竟惹得他对小刘破口大骂呢 想当初小刘还只是一个酒吧主场 也为合作生意的闺蜜牛女士交往后 就一跃成了有钱人 而在此期间 闺蜜更是经受不住小刘的甜言蜜语 一直充当着他的提款机 直到以创业的名义骗走了闺蜜的积蓄 小刘才本性外露 也正是在这之后 他不仅开始否认两人的恋情 甚至还躲了起来 这一操作可谓是让牛女士彻底傻了眼 于是为了给自己讨个说法 他找到节目组 一上台牛女士就忍不住向主持人吐起湖水 我这两三个月以来 用了各种办法去找他 去他家里 去公司 有的时候堵着他了 他根本就扭头就走 他现在是刻意的回避我 我需要他跟我有一个正面的沟通 可是我们的记者在跟他联系的时候 他说你们就是姐弟关系 他撒谎 我们是情侣 那他是我的男朋友 我想让他亲口跟我说 为什么 我怎么就是你的姐姐了呢 我觉得他喜欢上别人了 情侣 姐弟 这是啥情况 牛女士的这番话 听得全场观众都很是云里雾里 好端端的情侣 怎么在男友口中就变成姐弟了呢 难不成就像牛女士所说 也为他移情别恋 那也不能够啊 就算变心也不能将女友说成姐姐 带着这个疑问 主持人忙将小刘请了出来 紧接着便向他问出了这个问题 在你的眼里 你是他的男友还是什么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一直就是姐弟 我一直拿他当姐姐 他很照顾我 也就是说你不承认 你没有情侣关系 对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意见分歧 我在这个资料上面看 您今年33岁 是吧 是 您的男朋友只有22岁 是 比你小11岁 最初我们认识的时候 没有问过对方的年龄 我真的不知道他比我小这么多 他也不知道我比他大这么多 通过交往一步一步的产生感情 后来他知道我的年龄了 我也知道他的年龄了 但是我们还是交往了 原来看似年龄相当的牛女士 与男友小刘 中间其实有着11岁的年龄差 那这就让人好奇了 暂且不论他俩究竟是什么关系 年龄相差那么大的两人 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在酒吧认识的 因为 我以前也有过 比较坎坷的感情经历 然后那段时间 神经衰弱 经常失眠 我就去酒吧喝酒 那个时候他在酒吧住昌 我经常给他送花 他下来敬酒 所以就这么认识了 按理说顾客给住昌送花 住昌下来敬个酒很正常 这顶多称得上是认识 那两人的关系 是怎么就开始暧昧起来了呢 后来是他追求的我 他约我吃饭 约我出去玩 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工作 固定的住所 我给他提供了一间专门的客房 再后来我们就住在一起了 牛女士表示 在那次送花敬酒之后 小刘便开始追求起自己 还总是约他出来玩 没过多久 两人便住在了一起 听到这就让人纳闷了 两人都同居了 可为何小刘干嘛 刚一上台时 还否认情侣关系呢 提供一间住房 那也叫住在一起吗 他只给你提供了一间住房 对 那个时候你把他当姐姐看 对 因为当初我们的关系 一直就是在一起玩嘛 在一起玩 他对我也很照顾 经常给我捧场 然后我作为礼貌 回敬他 请他喝酒啊 请他出去约他出去吃饭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礼貌 这说辞有点扯吧 小刘这说的 哪件事不像情侣做的呀 再者说如果不是情侣的话 谁会在自己家给一个男人留个房间呢 听到这主持人也是觉得有点离谱 便直接打断小刘问了他几个问题 那你住进他家里也是出于礼貌吗 这个住在家里 这是因为之后在他家吃饭嘛 吃饭然后喝完酒之后就没开车回家 他说正好我那边有个客房 那你就先住在这吧 只住了一天是吧 然后有这么几次 然后之后你就说你干脆你就是 有空你就过来住 这样有时候经常会去 你经常是大概的频次是多少呢 在半年左右吧 半年左右这个期间会经常去 好嘛 小刘这还真是当了婊子 还想力排放 好处都让自己站起来 现在又把自己说的这么轻高 真想问问他内心真不觉得害臊吗 再者说如果真如他所说不是情侣关系 这不更奇怪吗 哪有人会在一不是亲生姐姐的家里一住 就是小半年的 他这简直就是在睁眼说下话嘛 见得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 主持人都不禁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 便当场又重复了遍 是当姐姐去的 看姐姐然后就不开车回去 他撒谎 这半年左右我们几乎是每天都在一起 我们每天一块吃早点 一块吃晚上饭 早晨他特别爱吃安山道那个排长堆的煎蜜果子 我为了躲过早高峰 早晨五点半我就得起 我去给他买 趁他睡醒之前 我就得把那热乎乎的煎蜜果子送到他跟前 他下班之前的晚饭我就做好了 我这三十多年也是一直被人捧在手掌心里的 我也是被人宠大的 我什么都没做过 我为了他 我为你做了多少 见面对主持人的疑问 男友还搁那不断狡辩 一旁的牛女士怒了 不禁当场细熟起两人之前的过往 听到女友提到这事 一旁的小刘不知是心虚还是怎么的 直接打断了牛女士又指责起她的不是 今天我过来这边我不想谈这些 我只是想说明我们不想在一起 我不想和她在一起 她现在每天经常过来骚扰我的生活 之前朋友一块玩 挺好都挺愉快挺开心的 后来越来越开始触及我的生活 我的工作我的社交范围 每天跟我打电话 问我在哪了 干什么 一会去做什么 一会去见什么人 都要一五一十的跟她去汇报 就有一次变得特别深 那天开一个很重要的会 然后我有三块电池 全都给我打没电了 接着就给同事打 你要是跟我说你去哪了 我会这么没聊打电话 我开始跟你说过 后来你越问越信 我哪有那个时间跟你去解释 好嘛 刚不还说不是女朋友是姐姐吗 这就开始露线了 毕竟哪有弟弟会对姐姐 一五一十汇报行踪的呀 对此主持人不禁问出了这个疑问 我插问一句啊 你作为一个弟弟的 跟他说那么清楚干嘛 一开始你还跟他解释啊 因为刚开始有时候 在一块晚上吃晚饭什么的 会聊到一起 后来他认为这就已经成为习惯了 像就是每天晚上回来吃饭的时候 必须会报工作 你不是说不是每天去吗 怎么又变成了 每天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 必须会报工作 就是经常有一段日子 就是经常会每天去 然后有一段日子是偶尔 为什么经常去呢 就是朋友关系还住人哪多 都不方便啊 他自己一个人住 房子挺大的 那边挺便宜 几居室啊 三居室 我朋友这么多 怎么偏偏我不给别人提供住所 怎么就得给你提供呢 那个时候在一块一口 在一起一起玩 你觉得很开心 大家在一块 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 我天 小刘这话说的是漏洞百出 真想问问他这脸皮是在哪修炼的 事都发展到这步了 他竟还舔着脸哥这些上起火了还 再者说人家房子大观他啥事啊 跑别人家白吃白住 现在称人家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这不妥妥的白眼狼吗 看到小刘这一副死不承认的模样 在常人更加好奇起 当初两人是怎么确定的关系 徐氏觉得对小刘这种人问了也白问 主持人便向牛女士问出了这个问题 你们之间你认为的所谓的这个恋人关系的确立 是在什么时候 以什么样的方式 你没有明确的说过 那天是我的公立生日 他带我到他住唱的酒吧 他上台唱了一首歌 他说把这首歌献给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 哦 你就觉得这是像你是爱了是吧 还没等牛女士的话说完 一旁的小刘便急不可耐的再度狡辩起来 当时在酒吧那种环境下 会经常说我送给一些朋友啊什么的 这些话很正常 可是你说最重要的女人啊 因为她那阵对我已经很 就是很关心很照顾很好 然后我觉得她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你现在就是胡搅蛮馋你知道吗 我怎么胡搅蛮馋呢 你都像现在了都说到这份上了 你还不承认 你需要让我承认什么 你需要让我承认什么 我今天过来就是来跟你说分手 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好家伙 果然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美的谎言 这部小刘又再次自己拆穿了自己的话 前脚说着跟牛女士不是情侣 只是关系还不错的姐弟 这后脚就说分手 这前后矛盾的说法 自然也引起了一旁嘉宾的主意 我觉得小刘他已经承认了 对 他刚才说 他能说分手吗 来分手的吗 我来这分手的 别急 那小刘我们再明确一下 今天来是来分手的 还是解除姐弟关系的 我现在想和他分开 因为他确实已经 打扰到了我的生活工作 以及各方面的事情 不得不说 小刘的心理素质还真的相当可疑 面对自己的谎言被拆穿 人还面不改色的考究起自己的用词来 把分手说成分开 继而直接跳过这话题 顺带将错甩在了女友头上 还真是三套丢两套有一套啊 不过说到工作 主持人便根据资料问了他个问题 那你现在不在酒吧唱歌了是吧 对 我看小片里说 你现在做的这份事业实际是他出资帮你做的是吗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当时他大概投了20万 然后其他的我在酒吧什么演出什么 也挣了不少家 一家有点积蓄什么的 然后我做了一个公司 听到男友提起公司 牛女士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委屈 当场向主持人倾诉起来 从他创办这个公司以后 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开始变得忙了 没有时间了 后来就是没有时间接电话了 再后来就是今天我有客服 得赔客服 我今天不回去了 在那段时间还是说 有借口的避开我 再后来就是根本就没有理由了 也难怪牛女士提起这事是满脸的委屈 自己拿全部积蓄给男友开公司 她却在事业小成时要将自己抛弃 还连正经的分手都不是 直接否认起自己跟她的关系 这个谁身上不委屈不气愤呢 最起码你要给出个这么做的理由啊 对此主持人不禁当场向他问出了这个问题 小刘 你为什么不承认是恋人关系呢 或者叫情侣关系 因为从始至终 我们都没有涉及到 就是你做我女朋友吧 我做你男朋友 从来没有谈过这样的话题 我只是住在他家 当然期间会有一些亲密举动 这话让人很难相信呢 什么叫只是住在一起 那请问付房租了吗 真的是 还只是有一点亲密举动 啥便宜都占光了还搁着来这处 听到男友说的这番话 牛女士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便当场质问起男友来 小刘这是坚决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明明是自己不仁义在先 现在竟指责女友太过分纠缠 听到他这话 一旁的主持人都有点听不下去 不禁帮牛女士变了两嘴 你不觉得找一个和你人相当更合适吗 你认为我们之间那是爱情 那好那就说成爱情 在主持人的疑问下 小刘居然还现场狂躁了起来 之前用别人钱的时候 怎么不这那的 现在嫌别人年纪大早干嘛去了 感情是便宜站进碗你了 现在搁着几眼了 真想问问他哪来的脸 但凡是个人有点良知 都不能对曾帮助自己渡过难关的人 撂这种难听话了 这些话听在旁观者耳中都很是刺耳 更何况是在一旁的女友耳中呢 只见此刻的牛女士早已是满脸泪水 而这时突然从台下走上来了一个人 主持人好 我是牛肉的朋友 站上来吧 认识小牛吗 姓刘的 你有良心吗 平时跟我们姐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唱歌的时候 你们俩又老又棒又亲又肯 算什么呀 是姐姐关系吗 我问你算姐姐关系吗 你就是骗财骗色你知道吗 我怎么骗财骗色 钱是他 你当他省了 你这样子是吗 用钱我拿钱是吗 钱色谁是色呀 你不年轻的话能骗二十万吗 我骗二十万 你为什么要我能直接给他 你少来这票吧你 等一下 我直接都给他过两次 但是他每次都不要 你现在能拿了是吧 能挣钱了是吗 啊 外面是有人了 不承认是 真没劲 你真没劲 怎么没劲了 现在又没劲了是吗 你可笑不可笑吧你 许事在台下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牛女士的朋友一上台便直接怒对小刘 这波操作可谓是惊呆了全场 眼见两人的争执愈演愈烈 主持人连忙空气场来 别吵别吵 你是他好朋友是吧 我是好朋友 特别恨他是吧 他从那来否认的这段感情 别说结婚了 否认成姐姐了 你们是气氛这个是吧 气氛这个 其实如果他要 分手可以 怎么着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这种态度否认了 正如牛女士朋友所说 在这段故事里 即使是小刘变心 还是其他缘由也好 如果想要分手 他大可以摆到明面上来讲 这么躲着藏着 甚至还否认起这段曾经的感情 就多少有点无耻没担当呢 听到这主持人 也算是听明白了癥结所在 便当场向小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人家要的很简单 你就是踏踏实实定定心心的 把最真实的理由告诉他 把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他 现在我就是不想在一起了 我不想 如果你认为你那些钱 你觉得放在我那里不好 我可以一次性支付给你 要现金要支票都可以 连本带记 我一分钱不会亏待你 真怀疑小刘现在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能是钱的问题吗 听到这一旁嘉宾席的马丁老师 直接打断了他 小刘小刘 你别在这说钱的事了 很简单 咱不说 你是陈世伯 但是不管你们俩怎么样 原来好过 哪怕你现在想分手了 就算被骂得狗血喷头 人家原来不是帮过你 你现在说我还你钱 你不要 我怎么那么着 你不让我走 都是你的错 我承认他帮过我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一句话就是 如果他有恩过于你 或者你们俩好过 最起码 谢谢 总有一句吧 有我表示过感谢 你现在完全是埋怨 你不让我走 你缠着我 你是妖精 是吧 你放我自由吧 你再不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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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就如马丁老师所说这般 无论小刘内心是怎么想的 面对一个曾真心帮助过自己的人 不说让他感激涕零 但最起码的感谢的说一下吧 哥小刘这倒好还反指责起了恩人 这不妥妥现代城市美吗 说到这全场唯一的女嘉宾陈老师也坐不住了 不禁当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小刘我告诉你 我真没看到 人世间有些债是可以欠的 有些债是不能欠的 什么样的债不能欠 女人的感情的债 虽然你可以说我把二十万年本贷利还给你 但是这二十万背后的情意 以及在你人生最缺少机会的时候 它提供给你的资助 提供给你的机会 所有的这一切一切的一切 你在当时是心知肚明的 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你也含糊的接受了 你以为你可以还清 但是人世间这种债 是还不清也说不清 你要说结束这段关系 第一 你先承认你欠了这笔债 第二 你就斩钉截铁的在这说一句 我不爱你了 分手其实只需要一个理由 我不再爱你 不得不说陈老师的眼光很是毒了 寥寥几句便道出了小刘的本质 正如他所说这般 一开始小刘接近比自己大那么多的牛女事实 内心也许就是带着某种目的的 当然人性往往如此 会让人不愿承认自己的卑劣 但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 不面对又不太可能 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 便是让小刘自己去直面问题所在 如果真心想分手 那就直接说明白道清楚 话说到这是该说的都说了 那听完两位老师建议后的小刘 此时此刻是怎样的想法呢 我承认今天我态度不好 我说了很多过激的话 但是我很感激你 谢谢你 曾经对我的关怀照顾 我真心的希望你能有一个 真正属于你理想的归宿 而不是我 今天来 只是想跟你把这个事情 咱们摊开了说清楚 也希望你 能把你过去的心结打开 坦坦荡荡地开开心心的做人 好吗 看来小刘是真的将老师们的话 都放在了心上 在真情六十秒里 向牛女士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也向她呈上了自己的祝福 听到小刘的这些真心话 许是了了自己的那份不甘心 牛女士最终决定放手 放过男友也放过自己 跟闺蜜携手一起走下了舞台 视频的最后 看到牛女士哭泣着离开的背影 在常人都不眠很是心疼 但感情就是这样 永远需要两头的爱意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 只能祝福她可以在不久的将来 早点遇到那个真真正正 对她好的另一半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大家 对这段感情故事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评论留言